时间点就在昨天晚间 他因为胰脏癌病逝在内湖的三种医院 享年52岁 详细情况连线给记者林昆庆 带大家掌握 昆庆 中国资深电视名嘴刘俊耀 经传在昨天的晚间 也就是7号的晚间 因为罹患胰脏癌病逝在内湖三种 那么消息是经过一个晚上才传出来 让不少人是相当的震惊 而根据了解 这个刘俊耀罹患的胰脏癌 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属于晚期的阶段了 那么在这一两年过程当中 陆陆续续刘俊耀都在内湖的三种进行治疗 不过到了最近半年 他的病情是出现了变化 甚至在一个月前开始 这个病情是急速的恶化 那么住进了内湖三种 结果没有想到 在昨天晚上还是不敌病魔离开人世 那么享年是52岁 而他的脸书也可以看到 他最后一篇的贴文是停留在今年的2月6号 刚好是他的生日 甚至当时还有网友留言是说 觉得他瘦得不太健康 研判可能当时刘俊耀的健康状况 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不过说到胰脏癌 其实很可怕 早期的胰脏癌 其实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症状 很难发现 有85%的患者是发现罹患移脏癌的时候 几乎都已经是晚期了 而且整个手术的愈后 存活率也很低 那么根据资料统计 每5位患者 那么就有一位是放弃治疗的 那么移脏癌也高居国人癌症死因的第8名 甚至有癌中之网的称号 那么刘俊耀因为移脏癌病逝 也让许多人是相当的震惊 那么以上是我们掌握到今次的主播 好的 谢谢昆庆带大家掌握 不过大家对刘俊耀主要的印象 他其实上片几乎各大节目 主要对于社会讯息 都能够给大家很多的内幕 而过去他曾经也还曾经减肥20公斤 看起来相当健康 叔叔跟大家来分享 带大家来回顾他过去在节目上 给大家的精彩评论 板桥电话大风叫A2 A2我们说话 A2是肥子 小孩叫他绑架没有 勒索四亿 其中的一个嫌犯叫做陈家祥 这就是A2的小孩叫林村民 拉托托托托托 赎金是四亿喔 四亿台币 OK 那这个案子拼了之后呢 这个陈家祥就快走他带了 开始就找到了 找到了这个李良旺 就合流 一个是你做鲁人勒索的 一个是你做枪 枪支手势的 就是抓A2的这个人 这个人 抓A2的孝岁这个人 就跑去台后 投靠他 投靠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你要么有台商朋友 中间这位就是李良旺 对 要么有台商朋友 要么有黑道兄弟嘛 但是呢 很多的黑道兄弟到那边去之后 都用台商的 陈家祥就是抓A2的孝岁这个嘛 对对对 所以在画面上看到 李良旺 陈家祥 李良旺是 那边就是像这些样子 就会披着台商的外衣 为什么呢 李良旺就开始经营 耍食材 耍食材 耍食材有些好处啦 走私相ار之后 耍食材 因为它很容易比较... 唱蝎了 对对对 所以他就经营杀食厂 表面上是杀食的台商 但是呢他在走私军火 所以那个时候呢 后来就是跟这个丁正祥 他们还是有在联系 那后来陈嘉雄又来这边投靠 他们就一起 就开始做了很多军火走私的勾当 这个东西后来刑事局 因为他已经知道你们在干嘛 而且在躲在剩下三年 就差不多 所以说刑事局也透过两岸打击 终于找到你两岸 原来是躲在大连 后来才把他抓到 可是你要知道 这些人在大陆其实 他们才是黑道兄弟 跑路到那边去的 其实都睡得不好 我曾经到厦门去 就是贴身采访的一个 我们中部的一个很大的大哥 跑路 跑去大陆 对 他是被通气 跑到大陆厦门 那我透过万华的兄弟 到那边去跟他做一个贴身的采访 我在那边的采访 在他住的地方 大概住了三四天 他晚上是完全不能睡觉 所以他在逃亡你第一天了 对对没有 他在逃亡你也跟着他逃亡 你为了采访他不是吗 对对对对 但是他那个 那几天他是固定住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去 我就跟他住在一起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晚上绝对不睡觉 一直到白天 天都亮了 已经很亮了 很差不多了 看在什么外面 什么市场 什么都已经非常的 就很正常这样 他才去睡一下 那你去采访他 对 就等于知道他的行踪 是啊 你不怕他给你灭口 但是因为透过兄弟的介绍 所以说那是有保证的 就是说有保证的 就是说这个居中间这个人 他也信得过我 这个大哥他也知道我这个人 所以大家有认识 所以我才能够去那边 这样很无闲耶 大哥 那是你知道吗 那一天他如果听听人家说 外面好像知道他的行踪 怀疑你泄漏风声 我跟你说 你就死啊 管他你真的很有sense 所以说我非常非常低调之外 我也都会看他们的眼神 而且我觉得问得差不多了 我就散了 因为他的 很容易起疑嘛 这种人啊 疑心病你很重 我如果说他的错号 他就知道 他的错号里面有一个心境的 心境这两个 所以不信借了 也心境 在中部 中部地区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哥 好 没关系他已经 他现在也 热乏的人也回来了 回来了现在呢 也忽然醒 他现在也在那个 所以说我不能讲他的名字 OK 好 那他呢 每一天睡个体系吊胆 而且一定要去干嘛 去放生 每天哦 每天去庙里面买鱼 然后去放生 对 求喜爱 每一天 所以我就说 跑路的人 真的是很辛苦 一直跑到两岸 对岸去的 这种黑道兄弟 犯了很多杀人的 背了很多条人命的 他们晚上其实睡都睡不好 好 好 感谢观看